相传宋朝的时候 有一个叫赵普武的 赵普武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角 他当时候帮助赵宽映 让他成为宋朝的第一个皇帝 然后赵宽映登位以后呢 就把他收作宰相 赵宽映死得早 我们说死得早 是比这个宰相死得早 他死了以后呢 他的弟弟赵宽映又当了皇帝 赵宽映当皇帝呢 这个赵普呢还是宰相 但是新的皇帝登记以后 就有人跟皇帝说 这个宰相啊是不是可以换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宰相应该要满腹经纶才对呀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赵普啊 他只读过一本书 那就是论语 他并没有那么满腹经纶呢 做宰相不够格 最好是换掉他 格掉他 于是这个皇帝呢 有一次跟赵普说话 就问他了 我听说 你读书只读了一本论语 赵普怎么说呢 他说确实 我的知识范围 就在那个论语里边而已 我去辅佐你的哥哥 打下江山 我用的是半部论语 我现在也可以用半部论语 来辅助你 维持你的天下 治理你的天下 所以这个半部论语 就从这个里面来的 那论语这个书 有多么的重要 它半部就能够起到 安邦治国 这样一个功效 这个成语 告诉我们三个道理 第一 经典 一定要经读 要读透它 读懂它 这样才会有用 第二 一定要用 经典要经读 读了以后要用 第三 用了以后 经典也可能改变命运 我们现在说改变命运 有很多的说法 比如说性格改变命运 细节改变命运 那么经典也是可能改变命运的 感谢观看